大家好,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11月29日 星期一 昨天有沒有賭馬? 我們台提供的提示OK 給了兩場,還有一場 Tony叫我幫他買了過關 差一點,四塊錢收了一萬元 不過第二關不中 不過不要緊,下次努力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每逢賽馬前幾天都會出的 希望開始今天的新聞 今天很多警察的新聞 打死人,偷錢,騙政府錢 偷拍裙底 真是警察同樂日 我慢慢和你們說,精彩絕倫 昨天那單屯門兆康站 公共運輸交會處 三個人就疑因為拍車的問題 爭執打鬥,讓誠命案 55歲陳勝的Benz客貨車司機 爭執打鬥期間昏迷 送院後搶救不治 一對夫婦涉嫌誤殺被捕 通宵扣查 據了解 被捕的57歲姓男 不是 男性疑犯 不是姓男,是男性 是退休警員 至於58歲的女兒犯 就在警察的洗衣房老闆 警察的衣服都要洗 不是拿回家去洗 他就是那個老闆 這兩個就是老婆 應該是夫婦來的 這件事是這樣的 昨晚近7點多 57歲的私家車男司機 載著他老婆58歲 就駛到這個交匯署近的士站 因為這個泊車問題 跟這個姓陳的Benz客貨車司機打鬥 陳其後倒地昏迷 在場人士就報警求助 救護車到長送屯門醫院搶救 最終不治 剛剛退休的警司 55歲的龍少泉 在四年間涉嫌隱瞞出租單位 扼清單位是給家人和自住的 詐騙政府和銀行 大約600萬的貸款 被控兩項詐騙罪 他早前是經過審訊之後 才被裁定罪成的 他沒有認罪 今天在區域法院判他一年半 法官沈小文 就是退休的位 我們尊重的位 沈小文表示 公務員購屋貸款計劃定名 申請者無需遷出宿舍 只需遵守不出租的限制 已經對龍相當優待 明顯說龍少泉出於貪心 法官又說 本案嚴重之處 龍作為執法者 理應知道不可而為之 卻透過詐騙手段行騙 再涉嫌行使虛假文書和聲明 獲得超過100萬的租金收入 加上經過審訊後定罪 不宜判選換刑 另外龍少泉需要在21日內賠償 這個租金大約116萬給政府 銀行那些就不知他什麼時候賠了 早前裁決的時候 法官就引述龍的自便就說 他聲稱遞交申請表的時候 雖然有簽聲明 但沒有詳細閱讀公務員時務規例 不知不可以將單位出租 但法官認為他是資深的執法人員 不可能把嚴肅聲明 視作信口開河 也沒有通知處方單位有狀況改動 明顯地所謂不想騙人 是不值得相信的 法官這樣屌他 不想騙人屌你 法官又說 一般明白事理和誠實的人 都會認為他是不誠實的 認為他是蓄意詐騙和隱瞞的 法官去新加坡 一路好走 甚少問法官 南警就認葵聰警署屢次內偷拍 判入勞教 案發時二十歲的前南警 涉嫌在今年七月 就在葵聰警署裏面 個屢次身手偷拍一個屢警遇刺 他承認一項遊蕩罪 案情指受害人多達九個 即是拍了九條差婆 涉及的照片就超過四十張 被告今天在沙田裁判法院 就判入勞教中心 處理主任裁判官溫紹明 溫紹明是好人 指根據本案的嚴重程度 禁閉式刑罰是唯一選擇 本身打算判監 相隨刑期和勞教中心相近 但法庭接納被告非常有悔意 亦獲得家人支持 由於辯方希望判入勞教 最終是接納被告的建議 判他入勞教的 大家不要以為勞教很輕 很金的 坐牢一定比勞教 勞教那些打勾你的 勞教那些不是坐牢那麼舒服的 很辛苦的 那條前警察也不認識 吵架架 入到勞教被人欺負你 那些阿sir可能疼你 但我想那些人欺負到你 說一下案情 被告在錄影會面裡面承認 案發當日清晨去地下司卡車場 拿沐浴露的時候 遇上X和屬隊上司 被告隨後在二樓憤事室埋伏 尾隨X步入同層屢次 他躲在X身處的刺客旁 先後從刺客頂和底部空隙 伸手拍攝照片 事後東槍事發 被告立即跑去訓事室 X之後將事件告知 同任警隊的男友和上司 涉案的手機檢驗後 除了X如刺的十張照片外 亦都發現被告在去年十月七 到今年六月七期間 分別偷拍了另外八名女警的 是如刺 涉及三十張照片和一條影片 被告王智亮案發的時候二十歲 被控於2021年七月七日 在葵涌警署二樓二一室屢次 及其建築物的共用部分遊蕩 而他的單獨在該處出現 導致女士X合理地擔心自身安全或利益 盧教最短的都一半 所以他要等好等金 不是盧教好像是沙咀 沙咀就是最多半樓 最快可以兩三個月出來 我講錯了 我現在更正了 今年五月前高級督察已退休的李士明 被指在荃灣超市偷蘋果菜和pizza 總值106元 今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受審 但在開審前已承認盜竊罪 69歲的被告李士明自行求情的時候 就說退休前任職公務員 金融海嘯的時候虧損 犯案時因為有中風搞亂了 希望以罰款處理 裁判官余俊祥 他說被告有四次同類型的案底 包括打荷包 但考慮到他已經認罪 年紀和案底已經有一段時間 最終判監四個星期換刑18個月 被告聽了之後 他說清楚大人 麻煩大人多謝 你這個人這樣也不用坐牢 這個人是前高級督察 報稱退休人士 李士明 他在2015年到2017年 曾經有四次同類型案底 他曾經有四次同類型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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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店鋪盜竊 打荷包和企圖盜竊 等軍以監禁方式處理 即是他已經坐過三次監 這次不用坐69歲 算了 還有啊 還有啊 還有他們說不完 35歲的南警 就說 因為晉升這個警長後壓力過大 涉潛鏈 三度盜取同袍的信用卡 在多間的麥當勞試卡之後 買了三部iPhone XS 被控盜竊 以欺騙手段 拿到財產這十一條罪 他今天在區域法院認了其中六罪 還押到下個月 作進一步求情 期間索取那些報告 辯方表示 隨時主外不少同僚和朋友 亦都為被告求情 對他的信心毫無置疑 屌你啦 偷東西啊 對他偷東西的信心啊 他還說他是警隊中的無犯榜樣 偷東西就是無犯榜樣 法官盧潔儀押後到下個月十七號再作求情 並於同月的三十號判刑 以索取心理和精神科報告 被告需要還押 偷同袍的信用卡 去買東西 你媽媽一定是壞的 你用別人的信用卡 人家一定知道的 寄單嘛 你偷買iPhone 這些事情很噁心 大家千萬不要做 終於講完這些 犯罪團夥 簡直就是 講一下洗米華 他被人抓了去路環 他被人做機壓 澳門傳媒今早的引述消息說 經過十四個小時的徵訊之後 澳門的刑庭法官接立檢方的建議 在今早6點多 對周勝男子採取機壓的強制措施 送去路環監獄 就是現在正在拋 應該是給保釋的 澳門的博彩股呢 全部顯著下跌 銀河娛樂新豪國際 澳博控股永利澳門 金沙中國 美高煤中國 收市的跌幅 去到6.2% 至到近一成 美高煤中國 跌9.9% 為上述的跌幅 最大那一隻 至於銅手作為相關的公司 太陽城集團 海星都停牌的 而太陽城旗下的太陽娛樂 急跌24% 一千萬 一百萬 就沒有了24萬 說得很大一件事 我當阿洗米華 有100億身家 他就沒有了24億了 另外 值得一提 昨天在他的手屋 在洗米華家 我昨天 忘記說 是賺到300萬現金的 即是他們那些人 隨時有幾百萬現金在身 是好 廉署剛剛出了新聞稿 說今天獲得裁判官的首令 通緝正流亡海外的許智峰 和邱文俊 說兩個人涉嫌違反選舉 那個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即是選舉期間內 借公開活動 煽惑另一人不投票 或者投無效票的非法行為 廉署就指控許智峰和邱文俊涉嫌 在今年10月30至11月29日期間 分別在個人社交媒體專業 展示貼文 煽惑市民在立法會選舉中 投白票或者不投票 廉署早前 就相關的貼文展開調查 經過諮詢律政司的意見之後 認為有足夠證據 向兩人作出檢控 但兩個人已經離開了香港 廉署今早前向裁判院 申請搜令 通緝兩人歸案 我真是很想知道 叫蕭大儀帶隊去拘捕他 我很想許智峰被人拘捕 我不知道邱文俊是誰 邱文敬我就認識 許智峰說 拉他 我想 怎麼拘捕 我夠了 通緝通緝 通緝通緝 廉署 昨天屯門大興北站下 四點多 一個47歲的女乘客 被一個男人推入路軌 受傷 之後 警方翻查CCTV 追查大約三小時 在青松站 拘捕了33歲 姓邱的疑犯 被捕後 因為賭馬輸錢 故找人發洩而犯案 我想這傢伙也是傻的 有街坊透露他曾經吃兵 亦都透露他自己 他自己透露自己 曾經衰過打架入獄 閒時愛賭馬賭波 這個傢伙 古傢伶靈精怪 傻佬 現在香港有很多危險 荃灣今天的清晨零時30分 大河道近港鐵荃灣西站 36歲的姓李 拿著一輛白色私家車 停在路邊 跟女朋友聊天 突然 被三個男人拳打腳踢 搶了他三十多晚的勞力士 和三部電話逃走 警方捷捕到場 在場兜捷 未有發現 救護員到場檢查傷勢 李楠頭部和肩膊受傷 但他拒絕送院 正在追蹯 20歲至30歲的三名男子 身高大約1.7米 應該都是拉倒的 近海之戀小巴站 今天清晨 今天清晨三點多 旺角色衣街國際大樓 一間賓館發生雙人案 五個兇徒持刀和木棍廠的賓館 破壞CCTV 之後斬傷一個61歲姓王的男子 大批警員趕達現場制服多人 警方在大廈四樓發現懷疑涉案刀棍 經過初步調查 相信事發時有多個男子 磁利刀和木棍闖入賓館訴場 斬傷賓館內的受害人 涉及利益糾紛 事件中警方以涉嫌傷人和刑事委 他要抓到一名36歲姓莊的男子 和四個27到30歲的藍鴉漢 嘩厲害 叫藍鴉仔五個就過去斬 斬完還不走 嘩那個豬頭餅這樣被人斬到 我看見出了相 讚一下警方 警方這麼快到場 拉了人沒得走 現場捉到 這些進入了 坐兩三輪吧 動機不用說了 當然涉及利益 一定是為錢去砍人的 不是感情那些東西 沙基灣耀東村又砍 沙基灣耀東村停車場發生砍人案 一個37歲的男子被三個刀手襲擊 手部受傷 血流一地 據了解被砍的黃男子姓王 叫他王肥輝 有黑幫14K的背景 活躍在沙基灣 他報稱任職司機是東區14K頭目肥彪的頭碼 他敢說還是你們想的 另一些同事 肥彪早前捲入一宗千萬元的金融股票投資9分 今年9月肥彪 另一個門生日都在大埔拿車的時候被斬傷 未知這次砍人案是否涉及其中 肥彪就是肥輝被人斬 那個大佬 在昨晚28日10時43分 警方接幕一個37歲的黃姓男子報案 說自己在耀東村一個停車場 被三個男子以刀襲擊 兇徒其後登上一架私家車就逃去 警員接報到場 經過初步調查是暫裂傷人案的 黃姓男子手就受傷 清醒的送去東區醫院 消息就說 邵舍的地點是停車場的二樓通往電梯的大堂出入口 地下遺下疑似血跡 停車場設有多部閉路電視和保安簽間 據了解黃姓男子的黃肥輝 他就綽號肥輝 有14K黑幫的背景 是北角14K頭目肥彪的頭碼 另外今年9月26日 肥彪的另一個門生在泰和拿車的時候被斬傷 他就被斬傷後逃入麥當路鄉 就被兩人分別持40厘米的七孔刀的凶逃襲擊 被斬傷後逃入麥當路鄉 向店內求救 職員提供兵袋給他 嘗試止血並協助報警 阿火追隨大佬 嘉思成行走江湖 而嘉思成則是活躍北郭區的肥彪得力門生 即是肥彪的孫子 肥輝是肥彪的孫子 你跟一下嘉思成才是肥彪的孫子 阿火 早前有說肥彪投資金融股票的時候 跟另一個經紀就一筆千萬元的錢發生爭執 雙方曾經講數 多次談談談不成 阿火有份參與談判就被人斬 這件事就不斷斬 嘩現在真是好難 又推人 嘩今天夠了 按讚看廣告建設性 留言 社交媒體 分享 訂閱頻道 月輝贊助 嘩 這麼多人斬 誤殺 國安法下香港十分安全 無緣無故 輕鐵都被人推上街 搞不定是輕鐵鬼 現在真是瘋狂 好 拜拜